好明依姐刚看到的是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 对自从这个乌军攻入这个俄国本土的库斯科州之后 那8月21号接下来紧接着发动一场对俄国光部宣称说 这是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对俄国本土的这个无人机攻击 那俄国宣布说至少几落有45架的乌克兰的无人机 那中间有11架其实基本上是逼近莫斯科地区 那离克林姆林宫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 另外像23架在这个布良斯科州6架在贝尔格罗德 这些其他地方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我认为最重要我的解读是 乌军这个攻势主要在于打铁趁热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现在你看他的这个地面的部队推进 先前两个星期动作很快 马上拿下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这个面积 不过这两天你看似乎有所暂缓 慢慢一步一步推 从1100到1200 那地面的部队 我觉得乌军是有吸取二战的时候 1943年这个库斯科会战当时德军的这个经验 就是说地面不能扩张的太快 那等于说要先固守先确保战果 所以包含像挖战壕等等 这个部分也在防备接下来 俄军有可能 这个调动他的这个军力 那回来想要拿回这些领土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无人机的攻击 当然还是有他重要的这个战略上面的意涵 第一个我刚刚讲打铁趁热之外 另外打进库斯科 基本上就已经戳破这个普丁 唯一能够守护俄国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神话之外 那也让这个俄国百姓开始感受到战火 觉得说要不是普丁当时 入侵乌克兰的话 现在俄国这个领土也不会 招来战火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些无人机 飞到这个莫斯科 离这个柯林姆林共很近的情况之下 可以让普丁基本上来讲 也感受到这些战火的威胁 不是在可以躲在大后方 安全无余 那让他晚上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难睡得着 那同时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其实俄军 这个整个 等于说 攻势来讲 是兵力吃紧的 因为整条 这个俄乌战场的 这个战线是长达一千多公里 那散步在 包含像他重兵是放在乌东 那库斯克这个地方 基本上来讲 必须要调重兵过来 那普丁这几天 做了一个外界 都在观察 很特殊的动作 就是说他已经睽違13年 那突然跑到车臣去访问 那去找这个车臣的 这个领袖卡德罗夫 这个动作被外媒解读 说可能就是在向这个车臣讨救兵 因为兵力不足 那我们观察中间很微妙 到底是在讨救兵 还是怕兵变 我们来观察跟分析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卡德罗夫讲说 他到目前为止 俄乌开战 这车臣已经出了 4.7万名的 这一个病例来参战 这个动作 那像这个普丁 当然一个很重要 苏晨的这个意涵 那普丁我觉得 当然也在安抚 这一个卡德罗夫 第二个 如果说这一个 这个接下来 他要展现忠诚 那是不是应该要讲说 那我愿意再出多少 这一个病例 但是都没有谈到这个数字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观察很特殊 第一个就是说 你今天4.7万名 病例算多 其实完全不算多 因为我们看前面 这个瓦格纳集团兵变 普里哥金 当时耗了10万名的兵变 在巴赫姆特这一战 直接贡献给这个俄罗斯 贡献给普丁 都不嫌多 那同样照样兵变 所以你这个卡德罗夫 是不是因为这样 就表示你忠诚 其实我认为 这个普丁信中是有疑虑 所以特别飞到这个地方 那同时还有乌克兰的媒体 也观察讲到说 这个卡德罗夫 其实他在为 接下来普丁有可能倒台 可能俄国内部发生 全都有在做准备 因为他现在现有这些部队 如果不保留一定实力 又送到这一个俄乌战场上面 去当炮灰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如果普丁真的 倒台的情况 非常有可能 他就会这个被这个斗倒 你同样跟着垮台 所以为了保住他的权位 接下来卡德罗夫的这个动态 他车程还会出多少兵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还有包含像俄国光部 其实也谈到说 为了因应这库斯克 这个地方 遭到这乌克兰的进攻 现在准备组织三个集团军 那包含像有这个库斯克集团军 贝尔格罗德 还有别梁斯克 那外界评估可能有5到6万的兵力 但实际上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兵力 其实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 发生到现在已经两到三周 那普丁还讲说 要在10月1号以前 把乌兵赶出俄罗斯的本土 你如果算一算 从8月6号开始这个行动 那这个时间长达两个月 这个普丁居然有这么大的容忍度 可以让他的领土被乌克兰直接控制占领 长达两个月 那能不能拿回来 外界也是觉得这个值得观察 也是有所疑虑 因为现在兵源不足 本来就没有战略预备队的情况之下 必须从其他部分来抽掉 组成杂牌军 所以最近有一支 这个算是空天军 俄罗斯的空天军 他太空跟这个空军是合在一起 那临时组了一支魔部团 而且中间的成员 很多都是连工程师都找来了 连后勤补给这些地面部队的单位 全部都拿来组成一支部队 未来要丢入这一个 库斯克要跟这个乌克兰来进行决战 我觉得恐怕战果也是相当有限 那外媒当然观察这一次 那乌克兰 那这个近期 等于说逆袭 这个库斯克这个地方 主要应该就是有三个战略的目的 其实这个目的 我们从这个事情发生 第一天我们就已经分析一个很重要 第一个 就是说要打击这个 普丁的形象跟士气 那同样的当然是 获得国际的这个 支持跟注意 同时还有包含像鼓舞 乌克兰自己的士气 第二个当然就打乱乌冬 这个俄军的攻势 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说当成未来重要 可能上谈判桌的这个筹码 如果能够拿下越多的 俄国的这个领土的情况之下 那可以换回师徒也会越多 那同时也拿回战略主动权 但是中间同样存在一定的风险 不过很重要 美联社就分析说 这个动作其实已经完全重创普丁 他整个掌控战局的这一个能力 那让这个俄国内部不管是权贵 或者是社会基层的民心已经动摇 那可以发现他并不是俄罗斯 国家安全唯一的守护者 那从过去来讲 包含像瓦格纳兵变 一路到这个无人机 持续的对这个莫斯科袭击 同时还有像这一次打进库斯科州 这些都是未来普丁要面对重要的挑战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